中国高校凝聚创新动力 为粤港澳大湾区 贡献智慧力量 重大科学设施本身 能够为未来的科学研究 和技术发展 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工具 引进全球高层次人才 打造全球科技创新中心 南方科技大学 作为深圳现行示范区 和大湾区的一个重点 现实的高效率化 承载了非常重大的使命 会全球精英聚天下才智 欢迎来到才智精英会 当今世界正在经历 百年位额大变局 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事实上科技创新 也从未像今天这样 深刻地影响了中国 北斗组网 嫦娥探月 昆龙出海 天问问天 科技创新的力量 正在引领中国加速奔跑 近期2020年 全球创新指数发布 从科技集群的数量来看 中国仅次于美国 排在了世界第二位 其中深圳 香港 广州集群 紧随东京横滨之后 位列在全球第二 区域创新集群活力迸发 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当前湾区内有超过 5万家高新技术企业 超过40万从事研发的 科学家和工程师 随着创新要素加速的流动 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正在加快形成 薛奇坤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 杨学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 粤港澳大湾区 作为中国开放程度最高 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 在中国发展大局中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日前 中国教育部广东省人民政府 发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 高等教育合作发展规划 对大湾区高等教育建设 做出了全新部署 规划到2035年 湾区内建成若干所 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校 涌现出若干具有强烈的前瞻性 创新性和国际眼光的 战略科学家群体 产出一批对世界科技发展 和人类文明进步 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成为世界高等教育合作发展 和创新发展的先进典范 深圳去年开始 一直在推动大科学装置的建设 主要得以深圳真正成为一个 国家综合性科学中心 这样一个切记 因为重大科学设施本身 它代表着一个是 先进的科学装置 能够为未来的科学研究 和技术发展 给我们提供非常好的工具 中国科学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理学院院长杨学明 正在帮助深圳规划 中能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的建设 该装置建成后 将与规划中的同步辐射装置 一起成为深圳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的核心设施之一 这将对深圳 乃至粤港澳大湾区的 基础科学研究 以及产业技术研发 起到极大的推动作用 光明科学城 这个是世界顶级的 这种大的科学设施 长度是有1.8公里长的 第一个它能够给我们 建这样一个设施 那我们需要有 这个非常强大的技术力量 来推动本身装置的 这样一个技术力量的发展 第二个是 你建完了之后 你要还给别人用 要给最高水平的 这个科学家用 使得这个装置 才能发挥非常好的 这个研究的这个作用 2020年8月18日 深圳光明科学城 综合粒子设施研究院 手动建筑开工建设 标志着光明科学城 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 从规划设计 进入到实施建设阶段 杨学明认为 大科学装置 是现代科学技术 取得核心突破的重要利器 未来大湾区将 加码大科学装置建设 打造原始创新的测源地 这就是我们的 冷冻电竞实验室 我们这里安装了五台 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00千份冷冻电竞 这就是呢 目前世界上的 唯一一台可以 最用于交叉学科的 冷冻电竞 今年的新冠病毒的结构 就是在这个实验室里 解析出来的 这里是世界最大的 三大冷冻电竞中心之一 也是全球第一个 看到新冠病毒 真实形貌的实验室 科研工作者正是利用 眼前这些冷冻电子显微镜 首次观察到新冠病毒 经灭活后的真实形貌 这个呢就是当时 我们拍的照片 你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球形的这个病毒 在它的表面上呢 有些黄罐 我们称为S蛋白 这些S蛋白呢 它并不是固定在这个表面上 它非常容易脱落 说这样的照片呢 我们拍了几千张才在里面发现了这个病毒的真实的形貌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深圳国家感染性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深圳市第三人民医院 于南方科技大学冷冻电竞中心 迅速成立联合研究团队 启动对新冠病毒的研究工作 团队首次揭示新冠病毒的真实形貌 不仅为医学界提供了最宝贵的基础信息 也为后续疫苗的设计以及抗体药物的研发 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对于一个新发的未知的强制病性的新发病原体 那我们最想知道的就是这个毒到底长什么样 我们就充分和南方科技大学的冷冻电竞中心这里 有效地结合起来 想用冷冻电竞 直接看这个病毒长什么样 这是最直接也是最快捷的一个方法 当然说起来简单 做起来也不是那么简单 你首先要把这个病毒要很好地培养起来 第二个你要把这个病毒还要灭活 充分地灭活 才能拿出P3实验室 克服了这些技术功能之后 非常有意思的是我们确实 在冷冻电竞下第一次看到了 这个病毒的真实情报 目前联合研究团队正在着力打造抗体研发平台 全力推进新冠病毒 以及其他致命性病毒的抗体研究 为传染病病原鉴定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防控和潜在的抗体 疫苗和新药研发提供坚实的科学基础 这个意义就在于以后应对新的突发传染病的时候 不至于留给我们的时间太短 因为医院毕竟它主要还是以临床诊疗为主 它的基础研究设施 还有一些基础知识的储备能力 我觉得和大学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它也有它自己的优势所在 所以我们重要的这几个项目 都是和其他的单位 特别是和其他的一些大学 就是强强结合起来 湾区建设和发展 从根本上说靠教育驱动 继而是人才驱动 科技驱动 作为世界湾区中的新军 粤港澳大湾区逐渐成为 全球科技人才的重要聚集地 2020年深圳的科技大学人数 已经超过了200万 全市高层次人才总数 超过了1.6万人 留学回国人数超过14万人 全球高端人才的汇聚 不仅带来了一流的学术成果 还在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布局中 承担着重要角色 Georgers曾是IBM研究部门的 高级科学家 此前任职于英国杜伦大学的 高级计算研究所 由于看好深圳的发展潜力 和南科大的科研环境 2017年Georgers通过国际招聘 成为南科大计算机科学 与工程系的讲席教授 Georgers认为深圳就是 这是一个美国的地方 这就是中国的研究科研究科研究 所以在科研科研究科研究 这是一个美国的地方 Georgers认为深圳就是中国的硅谷 对于境外计算机科学研究者来说 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在加入南科大后 他开始着手研究 大规模数据驱动的模拟基础架构 来应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以建成国际化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为半学目标的南科大 像Georgers一样的海外科学家 还有很多 教学科研系列教师90%以上 具有海外工作经验 师资队伍中高层次人才 占比超过40% 因隐才巨制方面做出突出贡献 南方科技大学已经连续5年 被深圳市授予人才博乐奖 明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那么谈到十四五规划 其实整个粤港澳大湾区 是非常重要的 和重中之重 而大湾区的这种建设其中 人才的培养跟建设 又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么您觉得作为南方科技大学 在对于整个大湾区来说 甚至是全国的这种人才储备 人才培养以及科技的引领方面 我们将会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南方科技大学 作为深圳先行示范区 和大湾区的一个重点建设的高效的话 承载了非常重大的使命和责任 动关世界强国的发展 都少不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学的支撑 我们比较耳熟能详的就是 美国的湾区 硅谷 像斯坦福大学 尤其是伯克利 我想如果大湾区或者深圳示范区 像我们现在规划的那样建成的话 我想一定有一到两所 甚至几所的世界一流的大学 我想南方科技大学就承载了这个使命 如果南方科技大学在示范区 或者湾区发展的过程中 能到底成为一个 世界上一流的研究型大学的话 它不但给这个城市输送一批又一批 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 创业能力的高端人才 同时它还会促使这个地区 成为世界科学的中心 或者是之一 如果你成为一个科学中心 那么对整个这个地区的带动 从世界历史上来讲 都是至关重要的 纵观全球 最著名的湾区经济体有三个 美国旧金山湾区 纽约湾区 以及日本东京湾区 它们代表着当今世界 最强劲的三股经济力量 影响着全球的经济 金融 科技等领域的风向 与它们相比 玉港澳大湾区虽然很年轻 却是最富有活力和生机的湾区 与生俱来的先天优势 让它在四大湾区中展露头角 逐渐成为了世界经济版图中的高光点 湾区高校如何为大湾区发展 提供智慧力量 科技力量和创新力量 下节回来 我们将会继续聚焦 玉港澳大湾区 探索城市与大学 共生共融的关系 湾区之治 城市与大学融合发展 共生共融 通过南科大十年的发展 我们会造军一些 推动深圳经济发展 甚至改变 世界上某一个技术模式的 这种重要技术发明和成果 高校直至 创新型大学为城市发展 提供中国方案 我们希望为神圳市的 这种治水体制 大的攻坚杖 提供我们科学支撑 40年间 从中国改革开放的探路者 到新时代的先行示范区 深圳书写了 世界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 这背后依靠的不仅是制度的创新 人才要素的流动 更有来自湾区高校的智慧力量 近年来 深圳高等教育变道超车的成绩单 令人瞩目 南科大作为深圳高校的代表之一 从创办第一天起 就吸引了中国乃至是全球的关注 深圳为何要举全市之力 筹建南科大 我们要从2007年说起 当时深圳市的GDP 已经稳居中国大中城市 是第四名长达9年 此前一年 高新技术企业群的产值 已高达6306.38亿元人民币 占深圳市工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 同时深圳意识到 创办一所与城市地位相匹配的大学 迫在眉睫 张东晓 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南方科技大学副校长 郑春苗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办公会成员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讲习教授 2007年春天 在一番大规模调研和办学尝试之后 深圳决策者果断拍板 高起点创办南方科技大学 定位与这座城市相匹配 作为深圳筹建的一所高起点 高定位的创新型大学 南科大从创校之初 就继承了深圳改革开放的基因 担负起了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 现代大学制度 探索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的重大使命 631综合评价体系 三制三化培养模式 及全英文教学 一路走来 南科大不断在变革中 寻找最佳方案 筹建仅十年 就迅速成为了 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 生动样本 最初创立南科大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没有想过 在十年后 南科大会取得 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 现在我们就把眼光 放到未来的十年 未来的十年 您作为校长 会对南科大有哪些期待 有哪些规划呢 过去的十年 南方科技大学的发展 实现了一个让人感到 十分惊讶的深圳速度 那么在未来的十年 我们也多了很多思考和讨论 十年以后我想一定 你从南方科技大学看到 一系列很多重要的科学成果 我们会造就一些 推动深圳经济发展 甚至改变世界上 每一个技术模式的 这种重要技术发明和成果 今日的南科大 是深圳十年前的重要布局 承担了深圳对科技创新 人才培养的愿望和使命 十年来 南科大紧密结合中国和大湾区的战略需求 推进原始创新 助力深圳角逐全球科技新高地 这边的话 就是我在南科大买了第一台的仪器 而这个仪器的话 给我丰厚的回报 也是我在这儿发现了三文亮子化效应 张立元是南方科技大学物理系的教授 他的团队用四年时间解开了困扰物理学界 三十二年的难题 将三维量子霍尔效应 由预言变成了现实 眼前这台设备 是张立元教授到南科大后 购置的第一台仪器 就是在这里 他们首次观测到三维量子霍尔效应 三维相比两维来说的话 它多了一个维度 也就是它变数更大了 就好像你这个火车 现在会飞了 原来只能是望前望后 那么它这个可能性 就是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如果说我们能够进一步地 把它开发出来 或者发展出来 或者发现更多的奥秘 这个可能会对我们未来 就是怎么去理解 还有去利用 或驾驭这个量子的态 会非常重要 张立元教授团队 首次观测到的三维量子霍尔效应 入选了2019年度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在近期举办的 2020年度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中 张立元教授再获前沿交叉领域的奖项 肯定他在观测三维量子霍尔效应方面的成果 支持他在量子脱扑物态 和调控方面进行探索 事实上对于量子科学探索 中国科学家一直在奔跑 近期中国9张量子计算机 获得里程碑式突破 中国因此成为全球第二个 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 横川南科大校园的大沙河 是一条智慧的河流 上游是南科大中科院 北大清华研究生院 与哈工大深圳校区等 代表源头创新的单位 而再往下游就流经深圳的科技园区 麦瑞中兴一系列的高科技企业 诞生于此 再往下游呢 大沙河将会注入到深圳湾 奔腾入海 代表着深圳创造 中国创造走向世界 40年来 深圳创造了世界工业化 城市化和现代化史上的奇迹 但是也面临着 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大 公共服务资源供给不足等突出问题 未来如何突破城市发展的瓶颈 探索超大型城市的 可持续发展路径 需要更多来自高校的智慧 深圳作为中国最年轻的 超大型城市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 资源环境承载着较大压力 生态环境治理任务十分艰巨 2016年起 深圳全面向水污染宣战 也就是在这一年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郑春苗 申请了深圳市的第一个 环保方面的孔雀团队 引进高层次人才 为深圳治水顶层设计 综合治理提供样本和建议 我们就是针对深圳市这种 治水体制的需求 这是治理水污染 我们提出来的综合治理手段 在我们深圳的整个流域里面 第一要监测地表水 地下水 土壤 然后我们要利用这些顶层设计 在具体针对不同的问题 找出最佳的方案 我们希望为深圳市的 这种治水体制 大的攻坚杖提供我们科学支撑 未来深圳实现可持续发展 还需破解公共服务资源 供给不足的难题 以医疗资源为例 目前深圳每千人的病床数 仅为3.5张 分别为北京 上海的三分之二 广州的二分之一 为了缓解医疗资源不足 及人才培养的问题 近几年南科大开始积极建设 附属医院和筹建医学院 为于港澳大湾区的医疗事业发展 和医疗水平提高贡献力量 我们培养一个名字叫做 医生科学家 我们希望培养出来的医生 不单是临床某个方面的 医疗的临床的专家同时 也是在某个领域的 是科学的推动者 科学的引领者 当然是特别是医疗相关的 临床相关的科学的引领者 95后的张志 是南方科技大学首届毕业生 毕业后 他和南科大材料系副教授孙大志 共同创办了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致力于新材料技术的开发 和产业化运作 2020年10月15日 全国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活动周正式启动 张志的创业项目 入选重点项目 在启动仪式上 他作为唯一的大学生创业者 和科技创业者代表 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进行连线交流 我们公司是16年成立的 但是在初期1718年 都是比较漫长 在实验室把技术 转化成产品的一个漫长的过程 今年也是遇到了 这个疫情发生了之后 我们把我们的有一款产品 就是做防雾的这种涂层产品 用在了医用 最初是在护目镜上面 然后也给了我们技术积累 一个发挥的空间 未来我们正在做一些军工 或者是一些航空航天的 一些高端的应用 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张志和老师孙大志 仅仅用了三天 就研发了防雾消毒湿巾和喷雾 帮助一线医护人员 解决护目镜起雾的烦恼 在战役的关键时期 该产品捐赠给了深圳市 第三人民医院 并火速驰援湖北省 为抗击疫情助力 南哥大成立一史 教育部就给了我们两个使命 一个是如何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另外一个是如何建立 就中国特色的 现代大学的治理体系 在这方面我们做了很多尝试 特别是在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我们的学生二年级 他就可以进入实验室 进行研究 甚至有的学生一年级 就进入一些实验室 了解这个研究的前沿和动态 那么二年级开始 动手做一些实验 一些研究 有的学生到三年级 就有文章的发表 到四年级就有很好的成果 我们有的学生本科期间就发表了 十几篇这种学术的 一流期刊的认为 重点项目 重点实验室 南科大的学术影响力 正在快速提升 在中国和世界舞台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泰晤士高等教育 世界大学排名2021排名中 南科大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八位 在2021QS世界大学排名中 南科大位列中国内地高校第十四位 这座快速崛起的新兴的大学 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创办 提供了南科大方案 深圳方案 大学与城市共荣共生 从世界的经验来看 正因为硅谷周围 也有着诸多名校所构成的高校集群 硅谷的旧金山湾区 才能够形成创新集群 这些湾区名校为硅谷培养了 一批又一批的世界一流人才 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专业精英 做坚强的助食 使得该地区的创新发展 充满着无穷的活力 当时代洪流 国家宏愿与历史选择 汇聚于深圳 深圳人用梦想与坚持 成就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改革创新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 与产业变化呼之欲出 中国比任何时候 都需要科技资历自强 比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创新型大学史 南科大人也使命而生 用敢闯敢世 敢为人先的行动 努力回答时代之问 南科大代表着 未来深圳的源头创新 并且注定要创新引领 走向世界